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戴鴻輝 今集跟大家說一下胡說八道會 一班胡說八道會的姊妹衝出亞洲 在美國的兩場演唱會順利完成 由藝人王志民、胡定欣、胡幸宜、姚子玲和李斯華的閨脈團 叫做胡說八道會 在今個月的月中齊齊飛去美國舉行巡迴演唱會 繼這個洛杉磯之後日前已經完成了三藩市的演出 志民和定欣亦率先回到香港 雖然做了show就完了幾天 但兩個女孩仍然不約而同產生做show後遺症 老海不停浮現演出的片段 興奮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復 志民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表示今次是姊妹之間第一次集合一起開show 感覺就相當滿足 兩場show的氣氛都非常好 裡面每一個位都很感動 所以真的很開心 開心到不可以用形容詞去形容那種滿足感 尤其是跳舞部分 本身她自己很喜歡 沒有想過五個女孩一起排練 到最後完成了整個show 雖然大家都忙 但也很用力去跳opening dance 現場還要反應非常好 為了配合聖誕氣氛的時間 一眾的女孩特別找來設計師 設計開場和原場的紅白造型服飾 配合聖誕氣氛 至於今個月21日生日的志民 少賢回到香港 首要是和家人 捉緊聖誕節的尾巴 以及捕捉自己的生日 大家都知道胡說八道會 除了上述她們五個女孩之外 還有豹嫂互陪惠 不過因為有時 沒有辦法去到美國開show 於是請了五詠媒做一個演出嘉賓 在他們演出之前 五詠媒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說 演唱會特別的嘉賓 是因為胡說八道會商量過之後 要找一個唱歌的人 由李詩華主動聯絡成其美事 五詠媒說 五姑娘說 這次很榮幸可以和她們合作 這次五湖四海街兄弟 一定要幫忙兩協插刀 而定恩、梓玲和Mandy 各自為了開show彩排 最期待跳舞的演出 所以這次胡說八道會的演唱會 五個女孩加上五姑娘 一齊組成一個六人的女團組合 去到美國演出兩場演唱會 幸而表現勁歌悅舞 還在這個演唱會裏面露出 小蠻腰大show的美貓身材 幸而完結後也開心 分享他們兩場演唱會 全場爆滿 大約有七千名觀眾奉獎 令到她非常之開心 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她說兩場換票賣光 又表示這次遠道而來的 美國洛杉磯和三藩市 都有這麼熱烈的反應 令到團隊相當之鼓舞 而其中一個高潮 在舞台上 後面幸而和定欣來一個深情對話 胡幸而重提當年經典之作衝上雲霄 亦否拍內心 她說 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套劇 就是衝上雲霄 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擁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胡定欣說到和幸而的相遇和相識 也不禁留眼淚 並大讚對方 在自己什麼都不是的時間 比予對方無限的鼓勵 因為當年大家都知道 幸而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定欣也是剛剛出道 亦不是擔當一些重要的角色 甚至乎在衝上雲霄 都是配角的角色 我記得她是其中一個空姐 去到第二集的時候 氣氛才比較大 所以很感謝幸而 在自己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給自己很大的鼓勵 推動自己做得更好 是一個相當好的大姐姐 她就直言 我今時今日有少少的成績 其實對於她來說 幸而也有功勞 她的說話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且衷心感受到她 盼望我會好 即是希望大家互相有鼓勵 此外胡幸而更加說到 西岸的時差足足有十六個小時 雖然時差令大家覺得 有點不適應 但這次老公也有陪伴 又很開心可以帶小朋友一起 開鬍子之餘 順便去外遊 可以去美國旅行 趁著家琦可以陪媽媽去工作 看見媽媽在台上唱歌跳舞 都很開心 幸而又表示 平日和姐妹們約吃飯都很難 更別說非去那麼遠做事 所以這次也非常珍惜這個機會 在兩個show之間 都帶她們到洛杉磯這個地方 玩了幾天 又帶小朋友去 環球影城遊玩 遇工作於娛樂 可惜這次有個小遺憾 就是炮嫂胡佩衛 不可以一起出來 胡說八道會就不齊人 她就希望2024年可以繼續做下去 靜待炮嫂回歸 亦同時因為炮嫂缺席 主辦單位就為五位 包括了幸而定欣 志文、梓玲和思華送上特別特別的驚喜 即場連線炮嫂 即是online做一個即場對話和合照留念 最後幸而寄予 希望2024年將show帶回亞洲 包括馬來西亞、東南亞、國內等地方 目前正在安排中 相信一群粉絲都非常期待 可能今次只是在美國開show 很多人只是在美國那邊的朋友看到 但是東南亞或者香港 甚至國內的粉絲 其實他們幾個在這麼多年來 做了很多影視很出色的作品 所以如果他們開show 我相信在東南亞也好 或者在國內一定有一定的迴響 我自己也期待如果有機會 都想看看他們五個女生 或者加上炮嫂 真的齊人胡說八道會 即是同台一起開show 那就最好了 至於思華也在社交平台 抒發自己開完show的感受 他就說第二場圓滿結束了 每一場都一定會有一兩個喊包 我是第一場 其實我們能夠一起做演唱會 真的超不容易 下一場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才能夾到當期 珍惜每一分鐘的美好回憶 的確是他們 這麼多位都是時候級的演員 各有各忙 幸而都有家庭 所以要聚在一起聚會都難 更何況一起開演唱會 所以見到他們 因為感情好 也是好姐妹 所以走在一起開show 有一定的默契 也有一定的火花 因為本身大家熟 所以相當多的感動位 所以看到show的朋友 應該會對這個表演非常之滿意 至於聽我做節目的朋友 如果有看過這個show 或者對於這個show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